我要請問部長 這樣到底有沒有構成 會選 你們講的 這個 會選常見的行為的第五點 提供往返居所 跟投票地址交通工具 交通費用 如果這是國民黨提供的話 就會構成 所以另外別人 譬如說你在選舉 我來提供 我提供給他說你去投給他 我的錢是我出的 這樣就不構成選舉 會選 這個要看狀況 你這個法務部長 未免當得也太隨便了吧 只要不是候選人提供的 只要不是政黨提供的 就不構成會選嗎 我以為剛剛您講的狀況是說 要鎖定 他只投給國民黨的這些人 他才提供優惠的話 那就應該會構成 所以是這樣 所以假設是這樣 我今天跟你買票 我跟這個人買票說 我拜託你 請你投給某某人 那我只投給 我只提供錢 給某人去投給那個候選人 或者是我提供這個費用 希望左右他的投票行為 這你必須要講清楚喔 當我有這個企圖想要左右你的投票行為的時候 我是不是已經構成會選 或者是我要確知你會投票給我 我才給你錢 這是兩種不同的態樣對不對 哪一種構成會選 你提供優惠的人他有想要影響投票行為 對不對 只要我提供了我企圖改變 即便這個提供的人 他不是候選人 我提過一個過去曾經發生的例子 立法委員 有人替他辦桌 替他辦桌 要感謝他 立法委員候選人 結果被起訴了 被起訴的是那個 替他辦桌的人 錢不是候選人出的 對不對 這樣你們的認定也構成會選嘛 對不對 也構成會選之嫌疑嘛 沒有錯吧 所以他並不以說 這個人一定會投票給誰 或者我明知他本來就要投票給誰 我只要是一個不特定的對象 我希望能夠改變他的行為 影響到他 我提供了一定的對價 這個就有可能是會選 沒有錯吧 委員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提供對價的人 有企圖影響投票行為 那這個提供對價的人 他去影響跟航空公司協商 那有可能是出錢的是航空公司 可是這個協商的人 可能他沒有出錢 可是他企圖透過 取得航空公司的優惠 來跟 對選民說 我幫你們爭取到優惠機票 請你們投票給國民黨 那這樣 會選的是航空公司嗎 顯然不是 因為他沒有這個範意嘛 有範意的是誰 有範意的是協商優惠機票的人嘛 剛才這段質詢當中 我替法務部長羅英雪捏了一把冷汗 因為段一康委員質詢的時候 羅部長的回應竟然是說 如果你幫國民黨買票 但是要你是國民黨幫國民黨買票 才叫會選 我愣了一下 我說這不是法律概念嗎 對 其實剛剛最突兀的地方就是 羅英雪在回答的這內容 馬上當然是被段委員給打臉了 因為你說因為我們都知道事實如像上次在南部發生一個走路功的事情還記得當時是陳菊的選舉有沒有 就某一個人他跑去發放這個走路功 說他是替另外一個黨的人去發放走路功 但事實證明其實這個人並不是替另外一個黨去做走路功 那個還是被判刑 當然 當然 對 他我那個我記得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那個就是候選人 他說我們根本沒有 我們的候選團隊根本沒有這個人 這個人他的過去的屬性 也不是我們這個屬性 可是他就是跑去一個特定的一個地方 去買票 而且還被拍照了 然後就最後就意圖讓人家不當選 所以剛才羅英雪說那個內容 我覺得我們已經在民主法制那麼久了 他就是法務部長他突如的講出這句話說 的確我手都替他冒冷汗了 可是你仔細算上看這個金額其實不小 通常我們的機票是兩千塊來回人民幣 那你想看一個人大概就可以 如果半價的話就省了一千塊 那就是五千塊台幣 那十萬人就是五億 二十萬人就是十億台幣 這不是一個小錢 就是航空公司 誰去 因為航空公司他打折 當然我必須說明一件事 這個航空公司基本上在過去的範例 是沒有我們台灣的航空公司 基本上都是對岸的南方航空 那你是從深圳的話 南方航空 深圳航空 那如果你是上海 可能南方配合當地的航空公司 那基本上是中國籍的 那這就是有趣 如果今天我們把它退一萬步來想 說兩岸真的很和平 可是當這個我們說的 習近平說出一國兩制 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難免人們就會想出 你會不會有一些政治的意圖 這個東西怎麼樣都該規避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這件事情 我其實也是受惠者 因為我之前也在大陸工作過 那五則真的坦白講還蠻開心的 那我要做個陳述 那就是我們幾個台幹 那麼就台胞證收一收 他們也沒有我們黨籍 那就票就拿回來 所以我也是受惠者 但也沒有告訴我們要投什麼 這是一個事實 可是這一次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發生在兩個地方 一概剛才已經看到 在國軍英雄館 馬中在旁邊 要台氣聯 就是希望台商 只要是屬於跟國民黨有關的 盡量回來 這已經被派出來了 是馬英九坐在旁邊還點頭 是吧 那另外一個場景是在上海 上海事實上是有 是有就是特定候選人 是藍營的 特定候選的一個 輔選的人在旁邊說 對要記得要投誰 記得要投誰 在那個台氣聯的這個上海的聚會裡面 說要決定繼續補助的時候 的確有這樣的行為 建民你在上海 你敢弄一個科批後援會嗎 你死定了 馬上查稅 我們基本上在大陸工作 我們就是每天想辦法賺人民幣 我們其實也沒賺很多 但是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其實是這幾年 其實大陸的大 這個中國對台商 並不那麼友善 我相信很多台商的第二代 其實心裡頭 並不全然是支持中國所持幣的 可是問題是我剛才講那個金額 其實那誰買單 對那誰買單 這樣子我看如果說 真的說二十萬人回來 那就是十億台幣 對誰買單 十億台幣可不是一個小錢 所以這樣你難免有刮田裡下 我覺得中國也不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的這某個特定的政黨 你也不要一天到晚叫台資源做這個事情 讓人家覺得選舉到最緊繃的時候做這種事情 難免覺得台灣已經民主化那麼久 怎麼還搞這種金錢遊戲 對 對啊說的也是 這個團票怎麼那麼便宜 下次我們也來比照辦 而且還是定點的 定點到定點 然後你時間都確定 比如說我今天是買21號去 那我是25號回來 我就乖乖的21號去25回來 對 那我在看 大概都是這個 那裡面的一些工商界的顧問 還有包括航空公司 大家一起來買單 大概包括台趣自己也有買單 但是我現在講一個很鬼 一個話題 我覺得這個非常值得討論 我舉例來講好了 和平鄉 這個台中有個和平鄉 山上離山 片山都是很多老農民 當年墾大荒的老農民 那這老農民假如說他有兩千票的話 那有一個民間的農民組織 因為老農民要跑來投票很困難 對不對 於是一個人發了兩千塊給他 鼓勵他來投票 鼓勵喔 那鼓勵喔 但是不會告訴他你要投誰 請問你算不算匯選 我現在講這個問題 匯選 你這個現在很抱歉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定義喔 我沒有告訴你要投給誰喔 第二個 榮民之家裡面有很多老伯伯 榮民之家很多老伯伯嘛 可能有的還躺在床上 坐在輪椅上都有 那如果說 榮民之家說沒關係 我跟你們一個人一千塊 搭了計程車去投票 那他也沒告訴人家投誰 那這到底算不算匯選 匯選 所以我覺得說 你說匯選喔 你抱歉喔 他定義上絕對是不一樣 但是我不是要替這種事情來辯護 而是我認為喔 兩位立委租公喔 真的這種事情 應該用立法去做一個限制 應該立法去做限制 因為匯選要有匯選條件 他要有期約的對象 如果你沒有期約對象的話 可是話說回來 我們大家可能清楚了 河濱鄉的農民之家的老農民 當然又是大數法則 傾向藍的機會比例比較高嘛 於是你就說 用這個定義來說他是匯選 其實這是有謀虎空間的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還是要從立法裡面 就做限制跟禁止 否則的話 這種事情耳後到二零一六年 仍然會不斷地去上演 但是追根究底 我們解決的方法 仍然要相信我們的人民 用通信投票來解決問題 人家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世界先進民主國家 都已經採行了 為什麼我們不去做呢 我覺得我們要相信老百姓 只要你用通信投票的話 其實這類的問題 全部都可以一人而解 剛剛講說 拿錢給他 讓他更遠去投票是不是匯選 我在這裡說就是匯選 因為有可能他不想要投 你給他就派錢去投 當然已經影響他 要不要投票的行為 更不要說 不是最後說投給誰 因為秘密投票當然看不出來 但是結果是看得出來 因為開票就知道 來幾個人 開了多少票 這是非常明確 我剛剛看到羅雲學法務部長 他是有很多檢調單位都在他手上 他有這樣的觀念 難怪說我們台灣的匯選不斷 因為標準不穩 對吧 很清楚 你現在想像 如果我們的投票速度來兩台油浪車 倒一倒回來我載都回來了 你會怎麼想 如果要選擇接受嗎 絕對不會接受 他說我也不說要回誰 不必講 這個就是很明確一定偵辦的 因為法務部已經有下文 韓文說就是禁止提供 對 那個選 就是基住地跟選投票手 對 這個是不行 又有油攬車載投票是犯法 你還從國外回來 甚至用飛機不犯法 還是中國出的錢 這個問題更大 就是來影響這個投票 但現在可能不回來的 可能硬頓這樣不回來 你回來就是已經影響 你要不要去投票都影響了 對不對 當然這很清楚 我想就法律角度來看 他們有指定要指定 可能不犯法 但是我們要問洞基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對 這是廣義 我跟你講 閒幾日 如果說按照基層 我在新政那邊 誰 只有誰可以當天吹票 連吹票都不行 只有里長說可以廣告 還沒有投票 其他通通不行 你在路上說 你要不要 還是去查看看 誰還沒有出來投票 打電話出去都有問題 我是認為這個非同銷 這個就是在影響 甚至有很多那個 選擇好的規定 在當天也不能登廣告 有什麼有的沒有 技術上的一個 對不對 其實這個確實影響 選舉行為 但是如果羅英 羅英學部長 都認為這樣是沒事的 不怪大家都買票 對不對 不要本人買就好 不要本人買候選人 怎麼不買票 其實如果影響當選 還是無效 對不對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談一談 聽說柯P 他去募款是違法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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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